12月15日 邓莎在微博发文称把火罐被烧伤了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把火罐烧伤会是什么样子 如图 对的就是会这么严重 甚至会更加不堪设想 12月9日中山活动结束回北京 到达已是快凌晨 身体难受的厉害就找了家SPA店做了个按摩 然后拔了火罐 我这两天的亲身经历 特别特别想提醒大家 一长头发扎起来 不然着火很容易点着头发烧到脸 二真的要冷静理智处理 不能指望身边人不慌乱 且有常识和有能力能处理好 三身上酒精起火 要及时用湿毛巾或布覆盖灭火 四第一时间用冷水淋伤口 医生说这招最有用 我没淋到水的地方都起泡了 五一定要先用烫伤膏涂抹伤口 然后再去医院检查 会不会留疤 接下来的护理很重要 医生说烧白的地方肯定会留疤 只能尽量减少增生 通过邓莎晒出的医院的诊断证明上来看 邓莎的情况真的很严重 主要部分是后背和右上肢 申诉深二度烧伤 面积达8%左右 希望邓莎能好好恢复